广东的全金蝉 近日,一段央视主播解说全红蝉比赛的画面被热议 原因是,这位主播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四次念错全红蝉的名字 也因此被扣了800块钱 这位主播先是把全红蝉的名字念成了金红蝉 之后又把全红蝉的名字念成了全金蝉 确实让人无语 通行打理的蝉包粉丝也只好自我安慰 金牌选手全红蝉,简称金红蝉 全红蝉来比赛,金牌全是他的简称全金蝉 该说不说,在这种场合把奥运冠军的名字叫错 不只是不专业,更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据悉,央视主播念错一个字被扣200元 这下这名主播要被扣800元了 网友评论道,扣工资是免不了 800元够干啥的,能否官方平台向全红蝉道个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也许,全红蝉太红了 很多央视名嘴也想点评一把全红蝉 近日,央视名主持邵胜义也批评了一把全红蝉 事情是这样的 全红蝉在参加央视体谈英豪节目录播时 大概是那个转椅做得不太舒服 蝉包就转了转椅子,本来就是转椅嘛 没想到被主持人邵胜义立马打断 直言,不要这样,转椅子不好,不礼貌 网友也是对此很愤怒 邵主持,你是真的敢把奥运冠军当小孩子训呀 而全红蝉也是把邵胜义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赶忙道歉,连连说对不起 还解释道是因为椅子坐得不舒服,并再次道歉 该说不说,有些名嘴确实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可能是觉得自己有文化吧 也可能觉得全红蝉只是个小孩子 前有白岩松对全红蝉的不公点评 直言全红蝉靠最后一跳才反超陈玉西 后有邵胜义的强势批评 全红蝉只是16岁的农村孩子 他质朴善良 面对镜头有时候会缺乏安全感 但这不应该成为他被拿捏的理由 我们只有一个全红蝉 请善待全红蝉 请善待全红蝉